历经多年的争取 太平国民运动中心终局传出了捷报 在地方明代的积极推动之下 规模也扩大 从原本预算仅有2.1亿元 如今是提升到4亿 更规划有游泳池健身房 以及儿童运动空间 来符合正规运动中心的水准 而地方也期待 未来将可以打造为 适合老中青三代的运动空间 陶氏政府运动局人员 向地方民众说明 太平国民运动中心的相关规划 原本仅有2.1亿元的预算 在地方积极的推动之下 将预算提高到4亿元 达到一般运动中心的水准 亮点就是做一个体势能健身房的设置 未来他们北区有一个280瓶的 我觉得很庸涩 所以我们要的就是350瓶起跳 所以这样一个350瓶的健身房 对我们这一个区块来讲 对爱运动的人 爱健身的人 尤其现在长辈 基少症 他一定要透过这样健身中心 教练的指导 这有办法重训 一些部位的重训 运动中心正在进行细部的规划 预计将设置25公尺的游泳池 体势能中心 健身房 打造儿童运动空间 设置综合活动区 供长者及亲子相关课程 让老中青三代都能够享受运动的乐趣 所以我们这边的运动中心 它除了有这个水道 适合血统的学习之外 我们旁边留下来的这个空间呢 可以让老师在整个这个教学的过程中 有一个空间可以使用 那另外我们这一个 也会融入市长的一个证件 我们会成立我们的一个 儿童的一个这个运动空间 大概70几平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的运动中心 其实结合的是老中青三代 都可以很合适使用的一个健身中心 有运动中心将盖在 平陵森林公园当中 因此也将融入公园的地景设计 保有视觉穿透性 设计大量开放的空间 太平乡亲等了十年 如今传出捷报新建在即 也让民众是相当期待 建成专台中苍报道 你就会购买好的 儿童的图